由吉安湘工所吉安湘民代表会计划型补助经费举办的乡土民谣歌曲研习课程 特别是在五谷公开课了 为期13个星期课程来自全县各地有22位的学员 乡长游淑珍代表高德安都到场关心地方多元文化传承的需求 吉安湘工所开办乡土民谣歌曲研习 邀请社区民众一起来学习多元文化 宾敦吉安幸福的社区已相邻 吉安湘工所吉安湘民代表会在共同吸索努力之下 在五谷公开设了乡土的民谣歌谣般的演习 希望透过过去的客家以及过去的民谣 带来了引法长者回顾历史 甚至于唱出自己的爱 以及唱出了过去的乡土的感情 我们希望到位的益助这样的一个经费 让我们的乡亲们可以温暖 我们过去岁月的壁路兰里的这样的一个欣喜 在退休之后也能在吉安带来乐火 安养最世信一居的一个欢喜的 乡土民谣歌曲研习有13周的课程 要交唱10首乡土民谣 包括了客家闽南国语等好听的经典歌曲 乡长游淑珍和代表高德安都到场为学院加油 也鼓励大家一起练唱一起分享学习 身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抒发 介络会节目相报导